当理想被现实颠覆,理想是人生的未经,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不行,一个人尤其不能将未经当饭吃。 理想是指导人们去选择,去计划,去上路的纲领。 因为理想是美好的,所以成功是可能的,因为理想是美好的,所以失败是必须的。 在本组文章中,我们努力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最好的理想是最小的理想,最好的计划是最能操作的计划。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每天都有千千万万的人加入到创业大潮中, 每天又都有千千万万的人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和很多人一样变成了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摸爬滚打,历尽艰辛。 最深的感触是,一个人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最适合干什么。 只有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不断地总结,反省,才可能守得云开见日出。 找到成就事业真正的起点,创位,下海之前,我在重庆一家公交公司做秘书。 收入不算高,但常有机会出差,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一次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个秘书学研讨会,突然发现很多昔日的同行都以自立门户下海经商,我的心也活了。 回到重庆,我鼓足勇气把创业的想法给公司老总讲了。 公交公司正愁人员富足,老总也觉得我这人还不错,就让我承包公交公司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 那是1995年的夏天,第一波下海朝政开始消退,我算是踩着了青春的尾巴。 对于做贸易之类的生意,我认为自己正好适合所谓没吃过兔子也见过兔子跑, 无非就是摸关系,烫鹿子,吃吃喝喝,酒后签单,而这,恰是做秘书的拿手好戏。 再就是满腔的热情和对成功、财富的向往之情,令我平添无数过去没有的动力。 一段时间里,陪着各种各样的人出入于各种各样的场所,别人和自己的经验都开始证明, 只要关系往里顺了,财富就会像水一样顺着这些往线躺过来。 那时重庆的房地产业刚刚热闹,对建材的需求量一天天增大,我就在这方面动脑筋,拿到了不少单子,开始有了最初的财富积累。 比如一张建筑刚才的批条,一转手就可以卖几万块钱,一张建材采购的批条,一转手又可以入账上万元,如此依靠导建材批条赚钱,完全没有任何资金压力。 钱来得很轻松,似乎更证明了关系经济的不可动摇性。 这样做了将近一年,到96年下半年,随着市场的规范和大量建筑材料的上市,我的这套操作模式渐渐行不通了。 我发现,无论如何用力勾兑,不仅批条更难拿了,而且,批条也不值钱了,这对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段日子我特别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以为自己容身在江湖,却发现一直是脱币于庙堂,江湖的本领无一丝长进,庙堂的菩萨又已失去了作用。 承包无效益,我只好离开了贸易公司。 看着不少同时下海的人生意越做越红火,心里真不是滋味。 但我坚信自己不会输给别人,就算为了朋友见面仍然叫我王总,我也得重新站起来。 很快,我在城南租了一个大大的门面,搞涂料批发。 这是一个纯粹的面子工程。 第一,自己不熟,别人做不下去了图,便宜接手。 第二,仓促上马,没有任何市场调查和前期准备。 第三,胡乱选址,明明城北大兴土木,自己却跑到城南安营扎寨。 第四,浩大喜功,一杆就是批发不愿干零售,原因是本小立威,何时才能买车买房。 更何况刚刚经历失败,所谓人在倒霉时,喝凉水都会塞牙。 同样的生意,别人眼看着都在赚钱,唯独我无利可图。 苦苦坚持了八个月,不得不转手撤场。 离开时,随身只带走了那一盒证明王总身份的名片。 寻味,涂料生意的失败让我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反省自身。 我痛苦地发现,其实自己对商业与市场的理解竟是如此肤浅。 没有雄厚的资金,不懂管理,项目选择盲目,甚至连基本的财务知识也少得可怜。 有的只是一腔热情和那些靠吃饭喝酒唱卡拉OK建立起来的关系。 那时我真是非常惶恐,这等于是彻底否定了自己。 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这也是创业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当理想主义的激情被现实的残酷粉碎之后,往往会怀疑否定自己的一切。 也许这种怀疑和否定是必要的,但很多人却因此一蹶不振。 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 当意识到自己还需要在创业方面狠狠补上一刻时,我做出了一个让很多朋友大跌眼镜的决定,回到企业去打工。 凭着我的经历,很容易就找到一家大型的建材公司,老板让我去跑销售。 由于事事留心,我很快熟悉了公司的管理流程,包括如何用市场的方式与客户打交道,如何奖励员工,如何节约运营成本,等等。 尽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诸如面子问题,但我的心却踏实下来,信心似乎又慢慢地恢复过来。 就这样,在建材公司干了一年,机会又在眼前晃动。 一位朋友来找我,说有一个建筑工程准备分包,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如果分包这部分工程,主要是土石方处理,投入不大,周期只有几个月,扣除各种开支,还有15万左右,可赚短时间,不费力,而且一赚就是15万。 于是我再次辞职出来,雄心勃勃地当上了包工头。 搞建筑我是外行,既没有设备又没有人手,我找到一家施工队合作,我出项目,对方出人和设备,双方按相应比例分成。 土石方处理工程很简单,我们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工期。 按照事先签订的协议,要等整个建筑工程结束之后再付款给我们。 此前我做过考察,投资方是本地一家有名的房地产商,实力和信誉都不错,应该不会拖欠工程款。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原本八个月完工的工程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净拖了三年,工程款不仅不能按时结算, 更要命的是合作伙伴还时常拿着刀子带着家小上门逼债。 为了还债,我变得一无所有。 如果说第一次下海让我认识到经商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话, 这一次我是彻底感受到了伤害的风险。 像我这种靠关系和脑袋吃饭的人,没有自己的长处,没有一步一步的积累, 就谈不上什么抗风险能力,一个浪头打来,什么都会失去。 我开始悟到,要想真正成功,必须找到一个自己能做而且做得好的方向。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中国搞市场经济近十年了,我能想到的别人也早想到了。 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项目呢? 定位,2000年的冬天,在经济的穷困潦倒和精神的苦闷彷徨中, 我想到了,逃避,逃避城市竞争的残酷,逃避朋友亲人的眼神。 我选择了自助旅游,背上背包,一路走去。 从青山到戈壁,从戈壁到草原,从草原到大海, 正是中国户外运动热潮涌动的时候。 单独上路的我,显得并不孤独。 在青藏高原的雪峰之巅,终于登顶的我一方面激动地发现了天地的广阔, 同时又真切地感受了到生命的渺小。 在那一刻,似乎整个身心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心情豁然开朗,思路渐渐清晰。 几年的经商阅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过河的人多了,百度的就有生意, 啃荒的多了,坐敲的就有钱赚。 于是我就想,如果去搞户外运动中, 会不会有商机? 带着这个问题,我回到重庆,开始了有意识的考察。 我还通过海外的亲友了解外面的情况。 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兴奋不已。 在国外,人们会定期到野外去进行各种探险游历活动, 并且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 而在国内,这一市场刚刚启动,一切还在行程之中。 我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商机来了。 为了更多地把握这个市场,我频繁地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一方面加深自己对户外运动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可以交到不少圈内的朋友。 户外运动在国外非常普及, 在国内却是一种很贵族化的运动, 尤其是登山,一套设备动辄上万元。 那段时间,我所有的钱都花在这方面了, 还不够,就向朋友借。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我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但我不管这么多,也来不及解释, 因为我相信最终实践会证明一切。 于是,在大家质疑甚至比弃的目光中, 我沿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2001年初,重庆南宾路娱乐经济项目启动, 餐馆、酒吧的生意一夜之间火爆起来。 我带着策划说服了一位朋友借钱给我, 然后在南宾路上创办了普兰卡走友酒吧。 酒吧不大,但我们悉心经营,没有暴力,但我们乐此不疲。 不久,普兰卡就成了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聚会的据点, 与此同时,利润也在慢慢地增长。 十个月后,我还掉债务,盈利5万, 一年后,我以20万卖掉普兰卡, 注册成立了重庆天晴拓展户外运动有限公司, 第一次在这个城市打出了以户外运动为经营项目的招牌。 公司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状况非常良好。 随着知名度,在客户的口碑中一天天增加, 很多公司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我的业务慢慢拓展为三个方面, 一、组织一些大型的户外登山活动, 由大公司提供赞助。 二、组团外出探险、郊游, 公司提供必要的各种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 三、为企业提供野外生存训练, 帮助员工培养团队精神, 深刻感受企业文化。 最后一项目前成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天晴拓展, 这名字让我感到天空变得晴老。 更重要的是, 风雨八年经商路,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有兴趣终身从事的事业, 也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不是失败, 只是经历了黑暗。 2001年, 在广告行业一窝蜂, 市场环境日趋恶劣的形势下, 我在当地最智能、 最豪华的写字楼里, 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创业。 公司名为广业管理咨询, 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出卖思想和智慧。 公司的核心骨干, 一个是我, 一个是2000年的最佳策划人得主, 一个是营销传播学教授。 这个看上去最佳组合用起来却短兵相接的创业团队, 现在想来, 可能与生俱来就注定要失败。 创业开门红, 经过周密的市场分析和业务定位分析后, 我们得出了结论, 在郑州市场, 广告业恶性竞争层出不穷, 但大多数同行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作业阶段, 营销策划和管理咨询业尚未发育成熟, 客户的策划意识有赖于我们咨询方的耐心引导和不断培养。 于是, 教育客户成了我们拓展业务的当务之极。 未敢在同行之前先行培育自己的忠实客户, 我们用笔记本电脑做方案演示, 用数码录音笔做客户访谈, 用先进的作业流程和全方位客户服务承诺来解客户之忧。 凭借相对出色的运作能力, 我们先后打造了当地最知名的电脑教育机构, 承办了当地最大的体育赞助策划, 竟得了让当地同行望不可及的生态旅游整体策划项目。 其中, 让我至今引以为豪的当属IT教育品牌的精心打造了。 2001年, 正值我国IT教育培训企业开始抢食市场的第一个年头, 而我们的客户企业正好完成从地市市场向省会中心市场的战略转移, 急需选择一家外脑公司为其提供长达一年的整体策划服务。 还记得第一回拜见这家企业的老总时, 他就曾斩钉截铁地放言, 我们要利用省会市场的辐射优势进入全国IT教育市场。 三年后把总部迁往北京。 作为专业的营销传播公司, 我的预期提案向来都是争取客户的一把力气。 所谓的预期提案就是在决定与重点客户的高层领导正式会见前, 预先对客户所处的市场进行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的市场研究, 进而提出一系列概念性和创想性的策略思考和策略构思。 虽然预期提案并不可能对客户本身的企业营销提出完善详实的营销解决方案, 至少可以借此提案让对方明白三个问题。 一是表明我方的合作诚意, 二是证实我方的策划实力和对客户方所在行业的整体了解, 三是表明我方在业务合作中的科学流程和完善的客户服务政策, 引起对方的信任和洽谈兴趣。 接触过程中, 我奇怪地发现, 在与这家教育培训企业的合作过程中, 非但我的公司没有为此支付一分钱的招待费用, 反而连续三个周五的商务宴席都是对方买单。 而且, 长达一年的整体策划合同就是在这第三次宴席上完成了顺利的签约。 事后, 我笑问田总为什么每次他都那么强烈地要求买单, 而且在对我方公司还没有仔细考察的情况下就敢于如此快速地签约呢? 大学教授出身的田总, 其答复很让我深思, 第一, 我有强烈的策划需求, 第二, 你的预期提案给我交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 仅凭这份提案的部分构想, 我就可以再忘记争取很大一块市场, 第三, 我喜欢你的快言快语风格, 办事直爽, 不油滑。 说句心理话,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如此信任的客户关系并能火速签约, 即使是我在知名广告公司任职总监的时候, 也是很难遇到的。 在回公司的路上,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客户需求加预期提案加诚信合作等于业务订单。 遭遇第一节, 鲁迅曾说,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 大致是的, 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 这句话虽是我在最近读书时偶得, 却突然间让我明晰了在创业短短几个月后就遭遇劫难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在IT教育行业、体育赞助策划、 生态旅游卖点策划等几个先有成功案例的新生市场中, 先后策划成功之后, 为快速铺开公司的客户网络, 我们决定充分发挥团队三人各自所擅长和熟悉的领域, 分头拓展客户, 我负责专攻商业零售业。 另外两人分别进军他们所看好的城市品牌策划和旅游市场营销。 当时,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做法犯了创业大忌, 众个人力量, 倾团队合力。 我所专攻的商业零售业策划 虽然先后瞄准了几家有挖掘潜力和大策划服务购买力的, 当地企业, 然而由于我孤军奋战, 身担力薄, 加上我本人虽善策划作业但输于客户公关, 所以, 尽管我拼了命地在做, 但除了几个连锁超市的运营方案外, 终究未能签来一笔整体策划的合同书。 三人团队中的另外两位资深成员, 虽然都是精于策划和谈判的全能型专家, 却也因为政府对城市品牌建设的概念一时难以认可和接受。 当地旅游市场, 多部门插手管理, 众口难调等不利因素, 虽然与一家地市政府和三家旅游景点分别签署了合作意向, 但一直未能把业务推向实质性的合作阶段。 时间就在我们三人分头行动, 多付外部洽谈的行程计划中渐渐远去。 虽然此间, 我们也曾与香港某所大学尝试过在当地创办MBA教育基地的合作计划, 但终究未能遂愿。 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此仓促而至了, 散单业务费时费力难见绩效, 整体合作迟迟不见客户表态, 公司了无利润可言。 身在200多平方米的豪华写字楼办公, 我们却连昂贵的物业费、电话费、上网费都交不起了。 公司资金入不敷出, 创业团队人心涣散, 大家各忙各的, 广业咨询形同摆设。 有道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我们的三人创业团队, 都是只会用谋略赢取市场, 不会用管理协调企业的实战派策划人, 而非成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因此,最终导致了曾经有很多水喝, 当前却快要断水的局面。 足不足距,乱才可怕, 经过了团队协作失利和业务拓展受阻的双重打击后, 如果痛定思痛,痛改前非, 我们同样可以重获成功。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有三冒号一是为山西一家零售企业, 执行整体营销企划。 如果初期谈判成功, 乐观估计的利润能达40万元。 二是为当地一家旅游景点, 执行全新上市包装、 活动设计和卖点策划。 凭借我们先前在生态旅游领域的成功案例, 合作成功的把握很大, 期望利润能达10万元。 三是在确保为公司长期客户提供实时顾问服务的同时, 暂时谢绝所有的散单业务, 闭门思过, 养精蓄锐。 我们的打算是在这段休整期内认真总结公司成功和受阻的种种原因, 对自己的公司进行一次营销上的SWOT分析, 由此制定锻造公司和新竞争力的整体发展规划。 中秋节期间, 连同公司的两位老顾问, 我们五个人共同坐在了一间叫做左岸的咖啡馆里。 整整一个中秋夜, 我们就在这里度过, 就在几杯咖啡几包烟的苦滋味中度过。 最后的商讨结果是, 三个选择分阶段进行, 首先准备零售企业的策划提案和附近谈判工作, 在成功之后, 开始着重实施公司创业总结和竞争力提升计划。 最后的任务是那个业务量很小的旅游项目。 此举的理由是, 用零售策划项目所获得的十几万元先期付款, 保证公司日常流转和人员工资, 充实公司的办公装备和人才队伍。 但一个乱字击碎了我们所有的梦想, 从公司创办一时, 我们一直打算抽时间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利润分配政策, 因为整日忙于业务工作, 迟迟未能出台, 我们早就计划实施的公司整体形象推广和报纸宣传的创业行动也一直未能启动。 在创业之初, 已经做好的公司阶段性发展规划和业务拓展目标也眼看就要夭折。 而且, 不仅我们聘请的两位老顾问一直未能得到我们的顾问佣金, 就连我们三个人也是一直没有从公司领取过一分生活费用。 大家先前的积蓄大多花在了公司筹办上面, 至今已经所剩无几。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人有钱了, 干什么都行, 人没钱干什么都寸步难行。 试想, 作为曾经高消费惯了的我们来说, 当时连基本的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 谁还能保障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公司的事物上面。 何况, 广告行业一直是私活现象最为突出, 最容易接手的一个智力型行业。 在公司发展受阻期间, 对于公司出现的一些懒私活行为, 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其实, 那天我们似乎都已经意识到, 并都想提出公司乱了这个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 大家在咖啡厅的时候都感到了公司在管理上的紊乱, 业务方向上的迷乱, 发展思路上的混乱, 我们才故意避开了最应该谈到的修整问题。 而彤彤把话题扯到了如果那一大笔零售项目能够谈成之后的事情上来。 我们在憧憬和自欺中度过了中秋节, 也在节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看似不该发生的事情。 零售项目的五日谈判最终崩溃。 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因为这间企业的总裁和我们的团队核心一直都有很密切的私交。 何况这家企业正面临严重的市场威胁已经到了不策划不行的地步了。 为什么还会如此失败呢? 乱! 谈判失败的争结还是出在了乱子身上。 虽然我们双方在山西进行了长达五天的系统化谈判, 包括市场分析、营销诊断、专家报告、项目建议、合作洽谈等等。 但是因为我们三人团队的各自思路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发生顶撞现象, 我们的两位老顾问则在专家报告中极力施展他们作为教授的演讲能力和理论水平, 整整超出预定日程三个多小时的专家报告会, 让客户方各个无精打采,半睡半醒。 最后的结局是,我们把整体价格足足降了一半, 对方还是不敢接受。 无奈,我们打到回府。 回到公司,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就更加乱了。 互相埋怨,锐气大减,中秋节那天的既定计划 因为这个大项目的失利,已完全没有分布开展的可能。 事实上,在创业中遭受阻碍哪家公司都不可避免, 关键是面对阻碍时的心态和行为。 第一次办公司,本身压力就很大, 而我们对待所欲阻碍的心态和行为就难以平和了。 于是,思路乱、行为乱,最终导致了整个公司的混乱。 心乱了,大家就不会把精力集中在公司创业上了, 而是把个人的生存看作了重中之重。 不是工资,是预知工资,迫不得已, 公司全员开始给一家保健品公司提供贴身策划服务。 为了生存,为了不至于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潦倒局面, 更为了东山再起。 我们在那段日子里忍气吞声,出卖的不仅是营销智慧和策划方案, 更是作为策划人或者男人的一种尊严。 2002年元旦,我和公司副总为了区区数千元的工资, 在那家保健品公司的办公室里吸着自己四元钱一包的香烟, 耐心地等了一个下午。 生怕他迟迟而来后,又匆匆而去。 我想了很多,但终究还是在未能完全思过的时候, 老板来了。 保健品公司的老板,此时此刻也是我们的老板。 他说,这是四千块,你俩分开。 哦对了,还得给我写个借条。 借条? 我们拿的是工资,还要写借条? 我惊诧。 在你们的策划方案没有见到效益之前, 你们拿的就不该是工资,只能算作预知工资吧。 我已经记不得当时为了写下那张借条, 我给自己的种种理由。 我只记得,为了那笔可怜巴巴的预知工资, 我们都写了借条,并在酒吧里喝了个烂醉。 因为那天是元旦, 因为我们的心中还有尊严和叫做创业的东西需要用酒精加以洗礼。 不是倒闭,是终止创业。 2002年3月, 单凭我们几个人的预知工资, 公司日常的各种费用就更交不起了。 电话停机, 电脑不能上网, 物业人员隔三差五来催缴费用。 此间恰逢公司, 一位要好的客户相中了我们的写字间, 承诺为我们交清全部的欠费。 条件是, 和我们兑换一下彼此的办公场地。 眼看着公司已经没有发展下去的可能, 恰逢有人愿意帮我收尾, 我便在公司最后一次例会上提出了终止创业的想法, 大家一致通过。 广业管理咨询从此在我的名片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次会议上, 我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公司不是倒闭, 而是终止创业, 我们并没有失败, 只是经历了黑暗。 没有人让我解释这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我也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来论证这两种说法的概念之别。 我知道, 这是一个失败者对自己和大家的一种安慰, 更是一种永不低头的决心。 2003年元旦, 我与一位多年未曾蒙面的大学挚友, 某跨国公司的区域办事处经理见面了。 在一间喧闹的酒吧里, 我们两人都很高兴, 朋友为事业如日中天而高兴, 我因自己慢慢又恢复创业的心情而兴奋。 朋友说自己有一些空置资金, 业余时间也很充沛, 看看自己的这把年龄, 一直都想在工作之余, 独立创业。 做什么好呢? 他这样问我, 快餐配送。 我严肃地看着他, 痛快地把这一思考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用你的资金, 我的能力, 共同打造一个知名的快餐配送品牌。 目标市场是写字楼午餐配送, 目标消费群体是中高端写字楼里的大公司和白领职员。 直至做成连锁。 朋友很兴奋, 说资金不是问题, 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了。 面对二次创业, 我还是有所顾忌, 担心自己的角色转变是否能经得住市场的检验, 担心自己的心态是否真的能够像现在认为的那样, 会一直平静地坚持下去。 但我却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情, 而我却注定用它去寻找光明。 创业失败案例, 手工不协防, 胎死腹中, 当理想被现实颠覆, 理想是人生的味精, 没有不行, 太多了也不行, 一个人尤其不能将味精当饭吃。 理想是指导人们去选择, 去计划, 去上路的纲领。 因为理想是美好的, 所以成功是可能的, 因为理想是美好的, 所以失败是必须的。 在本组文章中, 我们努力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最好的理想是最小的理想, 最好的计划是最能操作的计划。 虽然凡事欲择利, 不欲择废, 但计划中把困难想象得太多, 把问题想象得太复杂, 便会失之于瞻前顾后, 无形中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结果仗还未打, 先就明金收了兵。 这样的创业者, 多半书生意气十足, 你于言而乐于行。 所以, 小平同志告诫人们, 少讨论, 多干事。 师傅在家中, 谢小康打算开一家纯中国风格的手工不协方, 拥有自己的设计室和工作房, 如果将来上, 了规模, 再扩建成一个厂。 他的, MBA导师告诉他, 创业之前, 可行性论证, 一定要做得仔仔细细, 甚之又甚。 而几年的学院熏陶, 也让这个小有成就的广告公司经理, 在进行新的投资前, 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 那天无意打开电视机, 看到一位叫王平的北京皮鞋二厂的下岗女工, 正接受电视采访, 说她打算跟一群下岗姐妹一起, 开一家手工鞋店, 并且已经跟西单百货商场, 谈妥了合作事宜, 嘿, 天下竟有这妖巧的事儿。 谢小康先是一阵紧张, 想自己旗帜未数, 就先遇上了竞争对手, 怕是不祥之兆。 但一看王平那朴实的中年妇女的模样, 谈图也是实打实的, 听不出什么深刻之处, 也就松了一口气。 让她一下岗女工, 文化不高, 资金不足, 靠街道扶持, 最大的资源, 无非是做鞋的技术和经验, 凭什么跟我竞争? 她会英语吗? 她会营销策划吗? 她懂市场调查吗? 谢小康松了一口气, 关掉电视, 打算一份创业计划。 动笔之前, 她猛然想到了一个人可以做自己的技术顾问, 那就是自己年过七旬的奶奶。 奶奶来自河北廊坊乡下, 是村里有名的巧手。 谢小康从小穿的单鞋、 棉鞋、 虎头鞋, 都是奶奶一手做出来的。 奶奶听爸大孙子的主意, 慈祥地笑了, 说, 钟, 只怕如今老眼昏花, 玩不出当年的花样了。 奶奶您行的, 不劳您亲自动手, 只需在旁边点拨点拨就成, 指挥着工人, 怎么胡不可, 怎么耐敌, 怎么上帮, 今后, 您就是我的技术总监。 有奶奶助战, 谢小康又多了一份自信。 小提篇要大做, 文化人经商, 跟大老粗经商的区别就在于, 对项目是否有深入的文化思考。 你不能为赚钱而赚钱, 你应该有如商的风度。 现在不是啥都讲文化吗? 茶文化, 酒文化, 服饰文化, 咱就攀上一个邪文化。 哈哈, 这个由头一起, 谢小康一下子就觉得自己, 跟那些下岗女工创业, 有了朝野之分, 高下之别。 谢小康提笔写创业背景, 现代生活中的人们, 在尽情领略了时装和洋服的绚丽风采之余, 开始感悟传统服饰独特的魅力, 和丰厚的文化意韵, 西装革履, 裙服高跟, 奔波劳顿于公务和应酬之后, 能不向往一席不依, 一双便携, 品名吟诗的贤情雅趣。 尽管红尘万丈歌舞喧嚣, 但中国总有那么一群伟人高人艺人, 穿着朴素的布鞋闲庭信布指点江山, 毛泽东, 鲁迅, 沈从文, 陈寅克, 周作人, 钱中书, 张忠行, 他们静暮幽深, 仿佛一口口深井, 行作坚毅态从容, 谈吐中旋转乾坤, 他们是中国手工鞋业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他继续写道, 小康手工鞋业, 已挖掘民间传统手工鞋工艺, 弘扬中国文化, 满足现代人返普归真, 崇尚个性的时尚追求为己任, 一不小心就创造了小康手工布鞋的品牌, 多么美妙的一语双关。 谢小康想。 他接着写, 小康手工鞋业, 目前主产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手工布鞋。 他穿着柔软舒适, 宽松暖和, 取料自然, 既可保健羊角, 又有个性魅力, 和如今随处可见的, 用橡胶、塑料, 合成材料制成的现代鞋类相比, 堪称当之无愧的环保鞋。 绿色产品, 迎合国际潮流, 追随怀旧时尚, 是当今都市休闲一族的最佳选择。 写下这段激情文字, 谢小康心名如敬, 以上不过是玩虚的, 下面要涉及的内容, 才是创业要面对的实质部分。 每步都像陷阱, 谢小康筹集的资金虽然不多, 但开个手工布鞋垫似乎是绰绰有余了。 毕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嘛, 科技含量不会太高。 先定位为古代手工作坊的现代版, 测算一下究竟要花多少钱。 结果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创业三部曲, 每一步都得仔细推敲, 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首先是原材料投资。 目前手工鞋的款式, 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十几年前的概念, 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远口的, 方口的, 松紧的, 仿骨的, 时装的, 布面的, 泥面底, 灯芯面底, 绸缎面底, 化纤面底, 帆布面底, 水洗布面的, 素面的, 碎花的, 大花的, 暗花的, 继带的, 网眼的, 高帮的, 低帮的, 单的, 黏的, 卡通风格的, 动物系列的, 镶嵌皮料的, 要应付这么丰富的款式, 得准备多少材料呢? 起码得找一间仓库, 放上几十个架子, 储放这些布料和辅料。 此外, 还得买麻线, 粘线, 尼龙线, 成袋的面粉, 夹板, 锥子, 顶针之类, 一计花三十万吧。 其次是设备投资, 必须建一个像样的设计室, 有几台电脑, 安装一套正版的, AutoCAD设计软件, 和Photoshop图像软件, 以及扫描仪, 彩色打印机等, 必须有一个生产车间, 宽敞, 通风, 明亮, 有完善的照明设备, 空调设备, 消防设备, 不能像沿海的某些地下黑工厂那样, 生产条件恶劣, 否则怎能出一流产品? 必须有几套机械化辅助生产设备, 如采样机, 上线机, 切边机, 锁眼机, 它们可让手工活儿变得更规范更漂亮。 这个倒好办, 如今许多制鞋厂不景气, 其闲置设备完全可以去廉价租用, 一计花二十万吧。 再者是人力投资, 对于手工鞋业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投资, 必须有一位优秀的产品设计师, 他, 他, 要懂美术, 会电脑, 掌握消费潮流, 了解国内外市场, 还要能理解老板的意图, 衔接生产环节, 这人恐怕得高薪, 至少三千元左右吧。 至于奶奶嘛, 让她在车间里走走看看就行了, 主要是监督工人认真干活, 工资都可以不开。 基本劳动力先从在就业市场招聘实名踏实, 能干, 有经验的协场下岗工或退休工, 毕竟熟能生巧吗? 以女性为主, 每月工资标准暂定八百元, 优者奖励。 还需要一位销售经理, 负责市场推广工作, 这人恐怕也得高薪, 至少两千元左右, 预计再花二十万吧? 七十万元已经出去了。 还有哪些环节需要花钱? 哦, 他一拍脑袋, 还有最重要的门面没有考虑。 你瞧, 百密一书, 连人家下岗女工王平都想到了西单商场,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王府井, 大石烂, 长安街的东方广场试试? 天, 那么豪华的地界, 租金得花多少钱呢? 一想到这儿, 谢小康的头开始大了。 怎么乍望创业路, 竟是鲜花铺道, 阳光明媚? 细想创业路, 却变成处处沼泽, 步步陷井, 每一环都要花钱, 而且是花大钱呢? 越想压力越大, 在商业高度发达, 寸土寸金的北京, 慢说东单, 西单那样的黄金地段, 就是三环路上的那些临街店铺, 价格也高得离谱, 一套二十平米的小店面, 月租也得五千, 全年就是六万, 但是把手工鞋垫放在三环以外的地方, 又能有多大的轰动效应? 谁理睬你? 谢小康有些灰心了, 再往深处想, 手工做鞋的效率很低, 即使像奶奶那样的高手, 做一双像样的布鞋, 前后也得三天, 你想想, 年布可得用二十至三十层棉布叠合, 晾干后剪下底样, 用麻线那千层底, 一针一线得戳整整八百个针牙, 照此算下来, 一个设计师, 十个熟练工, 一个月也不过做八十双鞋, 而工资却要开出一万五, 这八十双鞋能换来一万五千块钱吗? 谢小康有点寒心了, 房租, 水电, 税金, 医保, 环保, 人房, 城管, 培训, 奥运宣传, 还有若干史料不及的各种费用杂志, 简直就像一根多处渗水的破水管, 赌不胜赌, 防不胜防啊! 最致命的一击, 应该是来自一本朋友赠送的英文版精装画册, 百年削协, 那是经济出版社编译出版的一本外国资料, 详尽记录了欧美传统手工鞋业的现代制造历史, 图文并茂, 从二十世纪末上述百年, 所选登的那些精品让人叹为观止。 谢小康门心自问, 相比之下, 中国人的不协生产, 精吕细克的贵族气派已当然无存, 放眼皆是不一之旅, 简单, 吐气, 廉价, 极易变形, 难怪自古就有一句俗话, 弃之如碧吕。 你想想, 连我奶奶那样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妇女都能干的活, 又有多大的含金量? 看着洋画册上那美轮美奂的一双双欧美手工靴鞋, 想想自己创业蓝图中的那一双双难卖高价的大众不协, 谢小康刚点燃不久的创业激情火焰, 仿佛被一盆冷水扑得浇灭。 一个多月的苦心思索, 38页的创业计划, 瞬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蟹。 2002年元旦前, 北京晚报登出了王平手工鞋店成功的报道, 说他已在上海、大连、深圳连开了五家连锁店, 独特的东方工艺产品深受海内外朋友喜爱, 总产值已超过500万, 并吸纳了60多名下岗兄弟姐妹在就业。 谢小康看过报纸, 长叹一声, 内心复杂, 口中无语, 从注册公司, 生产产品, 危机爆发至最后失败, 李建平等三人投资50万打造的希望, 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烟消云散, 血本无归。 创业失败案例, 淘金路步步惊魂, 当理想被现实颠覆, 理想是人生的味精, 没有不行, 太多了也不行, 一个人尤其不能将味精当饭吃。 理想是指导人们去选择, 去计划, 去上路的纲领。 因为理想是美好的, 所以成功是可能的, 因为理想是美好的, 所以失败是必须的。 在本组文章中, 我们努力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最好的理想是最小的理想, 最好的计划是最能操作的计划。 1999年, 25岁的李建平在深圳一家通信公司任骗区经理, 公司的主营产品是卫星接受器。 不到一年的时间, 精明能干的李就为公司创造了500多万的销售收入。 每个人都有高于今天的理想, 因此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 自学校毕业来到深圳后, 像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 自己创业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李的脑海中。 李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刘家明一直负责深圳的销售工作, 对深圳地区的通信电子市场, 比较熟悉。 另外一个好朋友陈锦文则在国内一家顶尖通信企业, 做了两年多的技术开发工作后辞职, 处于复闲状态。 已有的工作经验和个人积蓄奠定了创业的基本条件, 三个人似乎也能优势互补。 年轻人特有的豪情壮志, 使得大家认为只要联手一心, 坚定意志, 就能以十倍的努力换取十倍速的致富。 1999年11月, 三人合伙的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50万。 公司最初专注于卫星接受器的销售及安装, 产品可以直接从原来的公司批发。 不久, 他们就和珠海一家电话机厂商签下了合作协议, 成为该厂的代理商。 激情万丈时, 发任支出似乎很顺利, 卫星接受器三四个月的时间安装了十多台, 赚的钱已能抵挡房租水电等费用。 但日常开支仍然令创业的资金一天天在缩小, 那都是他们昔日的血汗钱。 这种趋势让人很心惊。 在三个创业者眼里看来, 光做卫星接受器的销售和安装并无多少利润可赚, 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找新的而且盈利迅速的项目。 2000年3月, IP拨号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早在1999年, 有关IP拨号器的报道已经见诸媒体, 不过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生产厂商, 充斥市场的都是进口产品。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注意到在深圳等地 已经由厂商开始投产, 于是买来一个拨号器打算仔细研究一番。 拆开一看, 对电子通信产品都很熟悉的三个人不禁惊喜, 整个机器成本算下来不过50块钱出头, 可是当时市场价却是每台1000多元, 1999年最高甚至卖到2000元。 IP拨号器技术原理很简单, 基本是电话机原理, 只不过多了快控制芯片。 在电子通信市场异常发达的深圳, 相关部件的生产厂商多如牛毛, 所以基本原件的供应不是问题。 他们决定自己生产。 以满大街的公用电话为例, 电话亭老板在安装拨号器之前的成本 大约在0.7至1.1元每分钟, 收打长途电话的人的钱是0.8至1.2元每分钟, 安装了拨号器之后收费和原来相同, 但成本只有0.4元每分钟。 仅此一项, 拨号器的市场就大得望不见边。 这一点让三人觉得眼前拆开的不是拨号器, 而是一个金娃娃。 统一了思想, 一猛子扎进去。 初期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 产品设计生产开始启动, 买来了数万元的生产调试设备, 还招聘了一个专门负责调试的专业人员, 陈锦文日夜兼程地进行程序设计。 李建平和刘家明则在深圳地区洽谈业务, 寻找合适的生产厂商采购零配件。 不久, 实验室产品诞生, 在深圳地区做了简单的应用测试后, 李建平带着产品飞往福州、 厦门、宁波、 东北等地联络发展经销商。 以前给人家打工时出差, 动辄是星级酒店和高级饭馆, 现在的它则是能省即省。 当时这种定价的产品对于经销商而言很具有诱惑力, 市场方面的情况很不错。 回深圳后, 刘家明和陈锦文也相继去了西北、 西南一带, 带回来的同样是好消息。 财富在触手可击之处, 心情如三月的春风吹拂。 危机出显处, 既然市场反馈非常之好, 李建平就着手开始铺摊子。 他制定了完整的全国性营销计划, 招聘了业务人员、 技术人员、 专职会计和文员。 产品一进入市场, 效果就很不错, 虽然发货量少, 利润却基本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转。 除了出差的时间外, 李建平一直睡在办公室, 既做老板又做工人, 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 就这样持续了四个月。 顺利地开始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好比浓咖啡下肚, 让李布觉得有丝毫疲倦, 但同时他也有麻醉剂的效果, 使他感觉不到危机已经像毒蛇一样, 悄悄爬到了脚边。 由于看好这个利润超高的市场, 竞争对手纷纷跟进。 2000年6、7月份, 拨号器的市场价格降到每台500元, 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跌幅。 不过,市场在迅速扩大, 依照三人的预期, 这样价格的利润率依然非常诱人。 公司再次招聘业务员扩充销售队伍, 最高峰时人员总数达到了14名, 每月的费用也攀升至3万余元, 这是一个让李建平这样的小老板难以入睡的开治。 竞争很快变得更加激烈, 竞争者大部分是转型的电话生产厂商和大通信公司下属的事业部, 分公司,类似李建平们这样白手切入市场的寥寥无几, 从公司的背景、实力和行业优势来说, 李建平的公司已经先输一步。 然而,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三个月以后,各地的经销商纷纷退货, 技术问题爆发。 波浩器是通过集成电路来控制的, 也就是常说的IC芯片, 它对输入输出的电压很敏感, 稍有偏差就出问题。 由于他们生产的波浩器兼容性不够, 产品具有很大的区域局限性。 经销商的退货使得前几个月已经实现的现金销售 再次转变为存货。 三个人紧急商议, 决定由一直负责技术方面的陈锦文 重新编写程序设计方案。 但是陈的技术经验有限, 多次改进后, 依然无法解决区域适用性的难题。 如此反反复复,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问题依旧如磐石横路。 老客户相继丢失, 重新设计产品和接受退货成为公司的日常工作。 三个月的时间内, 公司没有实现一分钱的销售, 而每个月三万元的费用却丝毫不可能减少。 压力之下, 创业出十倍速致富的梦想仿佛越来越远了。 豪情渐变冷, 陈锦文和刘家明原来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三个月毫无销售地运营, 毫无改善的希望, 使友谊再也难以挂在脸上。 恶言只要发生一次, 就会在心里留下怨恨, 怨恨留下一点, 必然有下一次恶言。 陈锦文过于自信和推卸责任的做法, 令矛盾最终公开化。 开始时还只是针对公司事务方面的矛盾, 到后来逐渐转化为个人之间。 不断在彼此间滋长的不满乃至人身攻击, 导致合伙创业决策的灵活性和高效率等等优势丧失殆尽。 局面越来越坏, 唯一的办法是尽快低成本地解决技术问题。 然而, 在一个新的行业里, 本来已经很难有成熟的工程师, 更何况即便有, 他也不会至今仍流落民间。 没有人愿意束手就擒,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变局的机会。 2000年7月份, 有一位台商主动找到李建平, 谈到台湾地区的电信市场也适逢变革, 有意和李建平一道开发台湾市场。 李建平非常高兴, 觉得这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找到了一位自称可解决该技术难题的工程师, 并和一家芯片厂商签订了开发协议。 但是前面的时间拖得太长, 此时的李已经无力承受过大的成本开支, 结果只能是失望。 当时他们也考虑找产商做OEM贴牌生产, 但因质量无法控制而流产。 2000年国庆节, 大部分人的欢乐时光, 对李建平而言却是异常痛苦的煎熬。 来自西北客户的一笔数额巨大的退货后, 合伙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宣泄情绪式的冲突。 刘嘉明和陈锦文相继离开公司, 李建平变成了独目支撑微房。 2000年元旦, 拨号器的市场价格降到每台100多元, 零星的市场销售和不断投入的开发费用 造成了公司后继资金的严重匮乏。 千禧年的曙光带来的是市场变局, 拨号器购买者最终集于几家大的电信营运商手中, 但与电信营运商的合作, 却已不是李建平这样风雨飘零的小公司所能做到的。 2001年4月春暖花开, 苦苦挣扎的李建平回天无力, 关闭公司。 此后很长时间, 李建平都在思考这次创业失败的前前后后。 李建平坦言, 作为初次创业者, 他们对于创业风险明显缺乏相对准确的估计。 如果早预料到后期的技术研发需要的时间和成本, 也许他就会把销售队伍的发展再放慢一些, 初期可以去租一个便宜点的地方。 在产品开发方面, 会更有系统性, 比如说采用现在比较成熟的项目经理制, 甚至在合伙人的选择上也可以考虑更成熟一些。 李建平最后告诉记者, 即使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做对了, 成功仍然有风险。 很多时候, 失败的到来, 也许一些很不起眼的因素就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还会有什么样的因素将在他今后的创业中突然勿力呢? 祝福李建平, 但愿在新的创业中他会有更加成熟的心理准备。 失败之后才明白, 没有认真的调查市场, 分析行业特点, 熟悉产品性能, 也没有找到适合的营销策略, 就盲目地踏上了创业路。 这样的创业, 失败是必然的。 2002年8月26日10点30分, 上海市贸商城7楼G26展厅。 夏小飞和他的创业伙伴小梁花了两个多小时, 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办公桌及不少五颜六色的化纤面料搬到了自己租住的宿舍里, 离开了这个曾经撒下自己第一颗创业种子的地方。 一拍集合, 共同创业, 资金方面, 创业前就应该跟小梁家里谈清楚, 签好合同, 把投资, 回报和风险等细则明确下来。 不该因为是同学的父母, 就不好意思谈, 含含糊糊地过去。 另外, 前期投资最好一步到位, 不应像他们那样每月报销, 夏小飞毕业于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与同学小梁聊天时, 他得知小梁家在江苏无疆, 父母都做化鲜面料生意。 小梁还说, 无疆是中国化鲜面料的重要生产基地, 许多上海的客户都到那里进货。 小飞心里不由一动, 如果在上海做化鲜面料的中介生意, 一定能赚钱。 两人谈的投机, 便开始规划起创业的具体细节来, 小飞扎根上海, 寻找客户, 承接订单, 小梁常住无疆, 负责解决供货渠道问题。 小梁说, 创业前期所需的资金可以请他的父母帮助解决。 他们的创业目的很明确, 一来给将来打基础, 二来多赚点钱。 我希望能在35岁前积累足够的资本, 然后做自己最想做的事业, 影视制片人。 光靠有限的工资收入, 一辈子恐怕都无法圆这个梦。 小飞说, 2002年春节前, 他们在世贸商城找到了一个30平方米的展厅。 房租案甲级写字楼的标准收, 每月4100多元, 加上电费、 电话费和日常开支, 月支出在8、 9000元上下。 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和小装修需要2万元。 小飞把自己仅有的5000元都拿了出来, 大部分投资靠小梁家里支援。 他们初步确定, 如果业务发展顺利, 到年底, 两个人的股权按30%和70%分配。 想好了新公司的名称, 但他们没急着注册, 暂时打着小梁父亲在吴江注册的公司的牌子。 小梁的父母答应支持他们一年, 公司所需的费用, 每月结算后找小梁的父亲报销。 春节, 小飞回家跟父母提到创业的事, 家里坚决反对。 父亲以前做电器生意吃过亏, 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生意场远非你想得那么简单。 那个年过得特别不舒心。 我觉得, 年轻的时候应该大胆去干。 初五, 他就离家直奔上海。 适逢世贸商城有个一年一度的面料展示会, 两人都觉得机不可失。 花四千元租了快四平米左右的展区, 开始搭建展台。 从收集布料到展览布置, 他们都自己动手。 刚布置完, 再看人家的展台, 产品种类多达百种。 小梁立即赶回吴江, 又收集了几十种布料, 凑足一百种, 两人心里这才踏实起来。 三天展览会, 真是热闹, 每天都有上百个客商来展台前咨询。 小飞和小梁忙得不亦乐乎, 名片发了几百张, 也收了几百张, 其中有海外的订货商, 也有本地的中间商。 两人都很兴奋, 仿佛才打开窗户, 就有阳光射进来, 照出光明的前景。 经验欠缺, 岂不艰难, 管理和营销经验不足, 也是小飞和小梁创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 他们没有认真地调查市场, 分析行业特点。 另一方面, 小飞此前根本没有接触过化纤布料, 对各类产品的性能还不熟悉, 碰到一般客户尚能应付, 面对行家提到的, 有关具体指标方面的问题, 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3月6日, 展览会议结束, 他们就正式搬进了世贸商城, 开始创业生涯。 小飞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 他把展览会上收集到的名片输入电脑, 做成数据库。 借着展会的后续效应, 每天都有十几个客户打电话, 或上门找他们谈业务。 他又忙着收集客户的需求, 接收样部, 记录样部的规格, 密度, 材质等详细数据, 用最快的速度, 把资料邮寄到吴江, 等小梁提供价格信息。 与商城内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 小飞自认为, 他们提供的产品质量有保证, 价格合理, 应该具有竞争力。 但是, 匆匆忙忙地过了一个多月, 小飞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每天都有客户来咨询, 要求提供样品或报价。 但他们拿了我们的资料和报价后, 就绝少再有回音。 眼看着客户们, 都像悬在半空中的气球, 看得见摸不着, 没一个落地签订单的。 小飞着急起来。 得知此事, 小梁的父母帮他们分析了原因, 化纤面料这个行业情况很复杂, 发展到现在, 国内外厂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 因此, 产品质量好, 价格低, 未必能争取到客户。 我们是小公司, 人家没跟我们长时间打过交道, 对我们监控产品质量或大规模供货的实力不够信任。 小飞细想后, 也看出了某些原委。 许多客户向他们咨询, 并非真有订货意向。 拿到他们的报价资料, 如果比原来供货商价格低, 就有理由要求降价, 如果低不了很多, 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合作关系。 小飞也想过便被动等人上门为主动上门洽谈, 以增加跟客户的直接沟通。 试着到外面跑过两天, 找服装工厂, 因为无地放逝, 效果很差。 加上公司就他一个人, 也不太方便走开。 他还草拟过一个销售计划, 想招点业务员, 但由于要增加投入, 小梁的父母没同意, 只好作罢。 盲目信任, 赤壁受骗, 生意场上很复杂, 如果没有很好的判断力和足够的经验, 急功近利, 盲目地轻信别人, 很容易落入圈套, 遭受损失, 两个多月一晃就过去了, 公司低迷, 未尽, 小飞心急如焚。 五一节前夕,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 他接到湖北赤壁某外贸公司的传真, 说需要一种布料, 如符合要求, 可以签下高达150多万的订货合同。 几次的传真和电话联系后, 对方约小飞节前去烫赤壁。 小飞欣喜若狂, 如果能做成这笔生意, 起码能挣30多万。 一路颠簸到了赤壁, 与他电话联系的副总到车站接他。 这位副总50岁上下, 看上去态度温和。 小飞有点奇怪, 那位副总不是开着公司的车, 而是打车把他送到了宾馆。 根据行规, 签合同前要有所表示。 小飞提出晚上请客, 这顿饭花掉了他2000多元。 吃饭的间歇, 那个副总还把他偷偷叫出去, 希望他再一丝一丝, 买点烟做礼物。 小飞爽快地答应了, 买了800元左右的香烟送给他们。 第二天, 小飞到那家外贸公司签合同。 那家公司的办公场所看起来比较简陋, 好在公司的手续、执照还齐全。 他没多想, 签好合同盖完张, 约好五一过完便付30%的定金。 买不到直接回上海的车票, 小飞只好先去了浙江金华。 路上, 小飞睡得很沉, 凌晨4点多, 火车快到金华站, 小飞才发现装在西装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 1000多元的现金和全部有效证件被偷。 虽然出差一趟花了7000多元, 又丢了1000多元, 但想想这笔生意的利润, 小飞心里还是喜滋滋的。 5月8日,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小飞给赤币打电话, 那头说定金今天就打过来。 等到快下班时, 银行里还没见钱进来。 他再给赤币挂电话, 打到公司没人接, 打那副总的手机, 却说那号码已停机。 我当时马上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和下午连着打电话都没人接, 感觉可能上当了, 但还不死心。 第三天再打电话, 还是没人, 才不得不接受现实, 我们碰上了骗子。 出发前, 小梁的父母曾经告诫过, 这可能是个骗局, 但他们当时都没在意。 花那么多精力把我们骗去, 就为了吃顿饭, 拿点好处, 世上竟然有这种事。 事后好几天, 小飞都没缓过神来。 合伙失败, 黯然收兵, 由于两人异地办公, 一个负责销售, 一个负责产品, 平时不常见面, 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就有了问题。 另外, 创业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 如果有人在身边不断鼓励, 一起商量, 或许他们的创业之路就能走得更远。 赤壁受骗后, 小梁家里对他们支持的热情越来越低了。 小飞改变了工作策略, 不再有求必应, 而是先跟客户充分沟通, 有所选择的提供报价。 6月初, 小飞总算吃到了创业后的第一只螃蟹, 螃蟹虽小, 但味道不错, 上海一家服装贸易公司 从他们那进了一批尼斯坊、布料, 合同金额一万多元, 利润一千元出头。 紧接着, 又陆续签了几笔业务, 都是小单子, 赚了两三千元。 7月中旬, 有个台湾老板来跟小飞接洽。 那个台湾人每个月需要两到三个集装箱的布料, 40万米左右。 每米能赚五分到一毛, 利润低, 大量大, 如果谈成, 每个月有二至三万元的收入。 我很看重这笔单子, 心想着, 再熬一段时间就会走出低谷。 没想到, 8月中旬, 小梁从吴江打来电话, 说家里不支持他们创业了。 那一刻, 小飞感觉自己就像好不容易滑翔上天的风筝, 突然迎头直跌下来。 她很希望能够再拖一拖, 等手头几个正在谈的单子敲定, 但考虑到粮草已断, 再坚持也是枉费精力。 决定不做之后, 台湾老板还打电话过来, 表示想去吴江看看货。 小飞直言相告, 他们已经不做了, 那老板颇觉可惜。 刚起航的船, 没行多久, 就这样触交搁浅了。 小飞叹口气说, 当时说好能支持我们一年, 没料到才半年时间, 他们就不支持了, 怪只怪我当初没跟他们签订正式的合约。 他还说, 如果能在同类的外贸公司做两三年, 积累一定的经验和客户资源, 他工作起来绝不至于那么被动。 现在, 小飞正在积极地找工作, 他想给自己五年左右的时间, 在一个相对规范的公司里, 踏实工作, 积累经验, 然后找机会东山再起。 吕拜吕战剑成长, 陈时是八十年代某大学数学专业的高材生。 1992年, 陈时南下深圳。 像千千万万创业者一样, 十年中, 他当过搬运工, 炒过楼花, 干过影视, 做过金融, 现在, 他正经营着一家资产逾百万的酒瓶盖厂。 他挤经臣服, 经常晃荡到只剩下几块钱。 面对记者, 他说的最多的却是五个字, 做事即做人, 做生意, 其实也就是做人。 陈时很健谈, 说话始终不紧不慢, 让人感到平时和理性, 只是他的眼神始终透出生意人的疲惫, 可时不时却又闪现出一种机敏与睿智。 1989年, 陈时大学毕业, 进了一家纺织厂。 工作认真, 有责任感, 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 可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用陈时的话说, 上班下班, 重规重矩, 一直可以看到自己二十年后的样子, 日子就像一杯温吞吞的白开水。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他有些坐不住了, 自己到底具不具备另一种能力。 陈时在心里挣扎了好久。 1992年5月, 陈时来到深圳, 经朋友介绍, 干起了搬运。 三个月后, 炒楼花加上干搬运, 陈时挣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三万零八百块钱。 陈时有些飘飘然, 其实, 赚钱也不难。 有了钱, 陈时开始琢磨着要自己当老板。 回忆起这段短暂的打工经历, 陈时说, 他让我学会了吃苦, 忍受, 勤勉与实干。 初次创业, 只想揍人, 真正的市场, 只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才可能有机会。 别人帮你一把可以, 帮你两把可以, 但不可能永远帮你。 陈时一直对影视行业感兴趣, 在贵州时就做过, 干的是录像行业, 在当地小有名气, 也建立起了一定的关系网。 陈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而且自己在这一领域, 还有些资源可以利用, 应该有的做。 没有做可行性研究, 没有搞市场调查, 甚至连的基本的思路都没理清, 陈时大腿一拍, 决心就定下来了。 干! 1993年2月, 陈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之旅。 深圳的一家影业公司, 将部分业务承包给他做, 其实也就是同一陈时的公司挂靠, 这家影业公司, 挂牌为其业务部, 陈时自己来揽业务, 做他们的发行代理人。 一开始, 陈时对未来很有些躊躇满志, 但真正一进入, 事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等到天南海北的一圈下来, 一个单也没接着, 他才发现, 原来的那些人际关系都不顶用了, 老关系走得走, 生得生, 没走没生的日子一长, 关系也生疏了, 这大大出乎陈时的意料。 辛辛苦苦赚的三万块钱, 一个半月就折腾完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其实, 陈时在跑发行的同时, 也搞实业, 在深圳拍电视连续剧。 按说, 陈时应该是其中的制作人之一, 但最后, 剧本的主要出资人, 骗了陈时, 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了。 当时的心情, 陈时说他一辈子都会记着, 就是想揍人。 说起这次失败, 陈时很坦然, 失败让我学会了思索, 教会了我要成一代人。 过后, 陈时对自己的初次创业 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影视这个行业 最需要的是社会资源和人际观。